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说 人与人在一起都是命中注定 不同的人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受 每一个人他的到来都是你生命中的意义 他人给你带来什么不是你人生的重点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才是你需要正视的东西 没有人有伤你的能力 一起都看你有多少在意 你不在意他说什么你都不往心里去 你太在乎他一句话都能让你遍体鳞伤 以心换心 人心需要懂 懂你的人 即便你什么也不说 他也知道你的内心近况 他知道你的软肋 他也明白你的坚强 这样的人和你在一起 不用你做什么 都是岁月静好 当然 当你看明白了一个人 弄懂了他 你也不用再去强求 有些人 你觉得他变了 其实不是你将他影响了 而是他从心里面想要改变 厌倦了从前的自己 不要总想着去改变谁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完善自己 也许 当你在改变自己的途中 钱一默化 就能将别人影响 相处是相互的 人心是互换的 求得来 一定要珍惜 求不来 请从容放弃 甭管和谁相处 千万别弄疼了自己 将心比心 以给为前提 道德经理说 将欲取之 必先与之 当你想要什么的时候 你不付出的话 你得到便不会心安 当你一味索取 从来不知道回馈 那个为你付出的人 时间久了 定会心生埋怨 人与人之间 最好的相处方式 就是愿意为彼此付出 你走一步 他走一步 而不是一个人走了九十九步 另一人原地不动 学会给吧 给宽容 你的心会越来越宽容 给快乐 你的生活 才会更快乐 给耕耘 你的未来 才会更明亮 当你学会了给 你会发现 这样的做法 会比索取 要幸福得多 当然 如若经常接受你给 而从不知道感恩的人 算了 他不值得 悦纳自己 让自己开心 接受自己的平凡 你才能创造不平凡 接受自己的普通 你才能踏实做实事 人啊 当你已经是强弩之末 很累了 很难了 千万不要再逼迫自己 如果你经常那么做的话 人生便会很焦虑 快乐会离你越来越远 学会知足 知足者常乐 学会自律 自律者自强 学会自爱 自爱者 有人爱 钱中书曾说 洗一个澡 看一朵花 吃一顿饭 假使你觉得快活 并非全因为 早洗得干净 花开得好 或者菜和你口味 主要因为 你心上 没有挂爱 人这一生 世上所有的关系 都有因果 包括我们的情绪 和我们的生活 种下因 才有果 希望我们 都能做到 通透豁达 甭管 有没有人欣赏 都活得 足够漂亮 好了 感谢你的聆听陪伴 如果你喜欢今天分享的这样一篇文字 别忘了点击一下文末的再看 还有点赞 让你身边更多的人听到和看到它吧 明晚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江川 我在北京 祝你晚安 好梦 也祝你健康 平安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